台股上周五上演逆转售外资回补台股 但美股呢就没有那么开心了 受到10年美债殖利率突破4% 以及英国债势大跌的影响 美股是大软角 让台股反弹的行情跟着昙花一现 今天再次面临了万三的保卫战 台股一天跌一天涨 可以一天涨300点 也可以一天跌200点 不过呢今天留了一个下影线开地走高 难道说力空不破敌 低点已经浮现了 现在是超低减便宜的好时机吗 老师告诉我们时间空间已经满足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准备呢 节目告诉你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股市二场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上个礼拜五的美股是大跌的 但是今天台股反而是开低走高 会不会是台股的转折日出现了呢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选股长盛军杨基正老师 老师好 Coco好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开低走高呢 是不是一个急躁呢给我一个字 没错 没错是两个字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今天台股呢是开低走高 利空反而没有破底哦 老师说了时间空间已满足 要怎么来观察呢 难道现在超低的好时机出现了吗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股走势 今天是开低走高 由台积电领跌失守了400元的大关 中场市大跌3.64% 收在397元 联发科则是下跌了1.2% 航运族群更是成为了杀盘重心 预估明年获利可能是骤降甚至是亏损 长荣今天是崩跌了8%以上 阳明万海同步的下跌4% 台币呢更是续扁创了6年的新高 不过五盘呢在金融股还有ABF载板的拉抬之下 跌点是有收敛的 那盘面呢今天比较亮眼的就是在红海集团了 明天就是红海集团的科技日登场 那也是郭董的生日在这边先祝您生日快乐 第二那科技日呢登场之前呢一定会先暖身的 像今天红海收平盘天狱是飙涨停 宜特是大涨7%以身KY政达立凯今天都有上涨2% 那中场呢台股是下跌了162点 收在12,966点跌幅为1.23% 成交量为2,067亿 购买的部分呢跌幅为0.54% 成交量为451亿 三大法人外资是转为卖超 今天是卖超台股87亿 投信是卖超第二天 今天是卖超8亿 总合计是卖超100亿 老师这边就想要问您啦 因为今天盘中是有一度是有来到了12,814点 差一点点就要破底了 但是今天没破底反而还留了一个152点的下影线 难道这个就是底部的反转讯号了吗 好事实上我们可以发觉今天 814跟上个礼拜四的809 事实上才只差了5点而已 没错 但是你会发觉今天有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 也就是152点的下影线 那这个通常都是一个相对低点 或者说底部区的一个 直跌的一个K线 也就是超过100点的下影线的部分 就是具有这个这种底部的这种讯号 那目前看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这个波段从15475 最后那一个波段是跌了2000多点 那完整的5个波段事实上也跌过了 也就是说从今年的1月5号的18619 它跌到15616然后反弹一波之后 再从16811再跌到13928又跌了2883年之后再反弹 到15475到最近 这个低点出现 事实上已经走完完整的5个波段 所以这边至少是一个相对低点 那也有可能809就是一个底部的这个点位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你原本讲的就是时间跟空间 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了 因为我们看这个时间的部分 事实上今年也跌了9个月 只有5月跟7月有反弹一个月 那这个空间的部分 空间的部分事实上从18619跌到 上个礼拜四的低点已经跌了5810点 所以说时间来讲已经跌了9个月了 中间只有反弹2个月 那空间来讲的话也跌了31.2% 那也就是说事实上台股的部分已经有做一个 5波段的一个修正 那接下来的话落底之后 将有各族群来做一个这个轮流上工 是 老师之前呢我们就有提到说台股要止跌 我们要看的就是台币对于美金的汇率 那现在已经冲破了 扁破应该是32元了 老师那这样子已经扁破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加权没有在破底 那到底是不是止跌讯号呢 好 事实上只有扁破一点点而已 那我们可以参考所谓的美元指数 这个波段的美元指数 它的高点出现在114点多 那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它 最近它并没有在创新高 所以说这个只要它没有在创新高 都不用太过担心 那这个是因为之前这个升息导致美元走强 所以我们就留意 只要美元指数没有持续创114点多的新高 就不用太过担心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不用focus在美元对于台币的这个汇率了 我们反而要观察就是美元指数有没有创新高了 老师那今天在贵买的部分呢 反而是破底 但是也是留了一个下影线 一个大盘是没有破底 但是贵买是有破底的 老师那怎么看中小型股呢 好 事实上这个贵买它之前比较强 今天有一点补跌的味道 但是今天它并没有收在最低点 也就是说它也是留长场的下影线 表示说逢低有人觉得说 这边就是相对低点 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进场去卡位 才会形成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就是老师说的满足点到了 大家有可能心里都觉得满足点到了 好 但是呢 虽然是这样如此 但是我们今天的航运族群是成为了杀盘重心 像今天的长容竟然是盘中有打到跌停 但是有打开 老师怎么看货柜呢 好 当然这个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也就是说他们筹码比较乱为什么 因为他们去年大涨超过10倍 大家记得这个长容是从20块涨到200多 那它今年有进行一个所谓的减资 而且减资幅度蛮大的 那最近的话 因为整个货柜的这个运价的报价 连续17个礼拜呈现一个下跌 所以这种景气循环股来讲的话 它比较波动会比较大 所以说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报价的部分 老师那市场上就是有预估说明年的获利 它可能骤降甚至是亏损 所以这会不会是今天长容啊 阳明啊 万海啊下跌的原因 当然因为这个就是股价都会领先反应 那现在就是反应到 接下来可能获利不是很好看 甚至出现亏损这种状况 是有可能股价来领先来反应的 那这样手中有货柜三雄该怎么办 如果有没有坦都可以进行一个换股 因为有些事实上有些电子股 它开始 接下来的话有一些9月10收表现不错的 我们等一下陆陆续续会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老师说咯可以来做一个换股 但是要换到哪呢 刚刚讲了一个是比较坏的一个部分 我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好的部分 今天的天狱呢竟然立势攻上涨停 这会不会是可以换股的地方呢 好 这档是所谓洪家军里面的驱动IC设计股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盘式 除了天狱之外天狱攻上涨停满站上月线 事实上莲勇他甚至已经站上季线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同一个族群一起来看 这个族群这个波段都跌满深的 那开始进行所谓的暴富性的反弹 那天狱是洪家军的 事实上他半年报也有12块 超出一个资本了 那同一个族群可以留意的 除了莲勇3592的瑞鼎 那3545的敦泰 这四档都可以一起整个族群性来看 如果同一个族群同步都出现反弹的话 这个反弹的气势就会比较强 老师但是他还是归类在面板族群 不是也是跟货归三雄一样是传统旺季吗 事实上他这个驱动IC 今年是消费性IC 虽然需求有比较弱一点点 但是整体上他今年也跌了很惨 也就是说 事实上刚才点到的像瑞鼎的部分 他今年还赚38块多 等于上半年就赚了三个资本额 接近四个资本额 那股价是从699 已经跳楼大拍卖 现在只剩下200多而已 所以说有些跌很深的 本质还不错的 就开始陆陆续续 就会有在这个波段落底之后 就会有表现 好那说到驱动IC 说到面板就会想到了 像群创友达 我们今天群创来做代表 好这一档是属于宏家军 里面的面板 那这个也是景气循環股 那今年也是跌很多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族群的话 开始会出现一个所谓的 暴富性反弹 你看他最后的 他已经K线出现五根红K 最后那两根红K 是收复所谓的月线跟季线 等于说大盘还没有 正式的去供月线跟季线 但是已经有少部分的 跌很深的 开始进行一个所谓的 暴富性的强谈 老师那这样子有没有吃到 像是红海 因为明天就要举办科技日了 是 有没有可能这个两档个股 跟红海有关系呢 对 提早做一个这个庆祝行情 也有可能 那因为宏家军的这个 事实上 他的这个族群性蛮多的 那今天比较明显 就是天狱跟群传 有出来做一个庆祝行情 那老师 关于像是 以胜KY啊 或是正达利凯啊 这些有没有关联呢 你觉得看不看好 事实上目前有些来讲的话 整个族群性来讲 可以朝所谓的电动车这个族群来 车用相关来做一个布局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大家应该最想要知道 就是真的是超级的好时间吗 时间跟空间 已满足的个股有哪一些呢 老师今天有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这个是 好 刚才讲说 时间空间已满足 我们做最后的一个复习 今年高点出现在1月5号的18619 那低点是出现在上个礼拜 是的12809 事实上已经跌了5810点 那跌幅的话是31.2%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是跟大盘一样的 没有选股没有比大盘还强 正常的投资人 你从今年1月5号就进场的话 可能 亏30万 100万亏30万是正常的 对 苦苦 所以说也跌过了 那时间也 事实上台股 台湾的这个股市这几十年来看的话 多头的时间还是比空头时间多很多 如果说以一个整体上 比较长期来看 像最近 最近的一次跌了比较多的 像2008的金融海啸 对 它也是9309跌到3955 当然幅度是比较大 可是时间它也是跌半年而已 那我们这一次的时间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 这个金融海啸的这个时间 已经三季了吧 对 已经跌了9个月 中间当然有两个月的反弹而已 嗯哼 那到底要怎么样抄底呢 怎么样找到对的股票呢 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档是建基 好这一档是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 嘎空股它通常第一个 它卷值比会飙高到三成以上 那大家知道建基它的卷值比 以今天来看 已经到达多少了吗 到达了六成 六成了 对 那最主要它是 整个电动车充电桩的这个部分 在美国的部分 这个拜登政府有 开始有在美国的35个州 还要设50万个 所谓的 充电桩 充电站 那它这个建基的这个部分 刚好是布局到这个 充电桩的这个 控制主机的这个部分 再加上最主要是因为它 卷值比的筹码的优势 我们可以发觉 股市有一句名言叫做 这个 空单不死多头不止 是 也就是说 一般嘎风舞很容易 去标一倍左右 像之前的 这个轮飞也是应用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这一档是因为它有 参到电动车的这个 好的产业嘛 对 充电桩的这个品材 好那这是老师提醒大家的 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东朔 好这一档是 所谓的这个 USB相关的 电脑周边运用 那这一档的股性比较活泼 那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 技术面上的均线架构 它之前有出现一个所谓的一架跳空 这个是标股形态 一架跳空没有回补 大概五天前 有没有只有一个架位 对有一根直直的 我跳上去 只要那个缺口没有回补的话 这边随时都有 还是有这个创新高的这个可能 因为它9月营收 是呈现一个所谓的 年增跟月增都超过100% 营收的部分已经来到14亿了 那也就是说从 月增率跟年增率都超过100% 算是比较标准的 转机性的这个题材 也就是标股啊 如果想要抓紧标股的话 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一档个股 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八贯 好这一档是机能部的这个部分 那最近的题材在于 这个它开始有切入 所谓的这个航态相关的 也就是轻量化的这个滑梯的这个部分 那有让这个航态的这个大厂来认证 那半年报的部分 事实上八贯它的这个半年报 也有赚三块 EPS有三块多 那简单的说 你看它的技术现行 你刚才有聊到 有一些比较强势的股票 它会先发动 它今天就开在月线附近 就往上跳 那前一波段的那个高点 稍微会震荡一下 那你就看那个高点 有没有再去做一个突破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点 好另外一档呢是金锐 好这是安全监控的也是一档基欧升 那我们可以发觉 这个波段从9月13号 事实上大盘是跌了 大概整整快一个月 那跌了大概接近2000点左右 事实上这一档个股 它是形成一个所谓的平台整理而已 它的跌幅比较没那么重 那为什么今天一留下下引线 它都直接就供出去 也是跟它的业绩有关 它第三季的这个 营收的部分 是Q3 是创一个所谓的历史新高的这个部分 来到了25亿的这个部分 这是三四五四的金锐 你看它今天的K线也是 顺势去突破月均线 有 对 老师我发现呢 这几两个股呢 都没有再跌破前低 而且是在大盘已经在破底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领先站上了季线 甚至是站上了月线 有机会可以往前高来迈进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 比较强势的一个族群 透过刚才Coco讲的 透过跟大盘比较 你就知道说 它们事实上是 相对比较强的一个族群 那像 操作股票 你操作相对比较强的族群 它很容易就创新高 真的真的 所以大家现在要先 不要管这个大盘的这个跌势 但有些个股已经比大盘 还要来得强劲了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技术面 以及比大盘还要来得强 基本面呢 像老师刚刚所说的 九月营收 甚至是有创新高的个股 那有一些是 产业景气已经开始不好的话 老师也告诉大家 要勇敢的换股票了 那如果呢 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 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准时的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很重要一点也一定要记得 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小铃铛 萤幕上呢就是老师的Light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询问老师 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今天谢谢杨基正老师 谢谢 谢谢Poco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